一起来关心洛杉矶本地新闻 自去年的春天以来 洛杉矶县因为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数 超过了19000人 而其中11月1日至今的死亡人数 就达到了12000人 洛杉矶医院的医生、护士 还有病人的家属 仍然记得刚刚过去的冬春之际 医院是人满为患 床位以及人手是严重不足 救护车在医院之外 等候数个小时的可怕情景 而洛杉矶时报周四的一篇报道 也提出了医院的疫情高峰期 是有无导致不必要的死亡呢 所有的公众们都需要得到答案 人口众多的洛杉矶县 是全美新冠疫情最严重的 其中一个县 至今感染总数高达117万1664人 而从去年11月至今年1月中旬 由于病情激增 住院人数也随之节节升高 去年感恩节之后 医院重症病床床位严重不足 在1月初时 重症病床控制率更一度下降至零 有些医院在最危急时期 只能将病人短暂地安置在医院礼品店 或者会议室 很多医院则紧急搭建临时的帐篷治疗点 原本应该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患 不得不被送往更远的其他设施 洛杉矶县医院的一位医生 在医院的时候说 现在一切都是灾难 由于人员不足和关注不足 患者正在死亡 急诊护士说 这是每家医院的噩梦 因为医院到处都是病人 救护车等了数小时才打开病床 医院努力固定需要输送氧气的管道 以便让患者获得氧气 现在随着新冠病例的减少 以及医院终于有所缓解 卫生官员 医务人员及家属 均希望反思 在新冠患者空前激增的情况下 医院是否导致死亡风险广泛增加 寻找答案 有助于防止这些情况再次发生 Harbor UCLA医疗中心的急诊医生 洛杉矶县卫生署COVID-19 医院需求模型主任 罗杰·刘易斯表示 坦率地说 公众应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根据洛杉矶县卫生服务部的分析 在秋冬高潮之前的两个月 洛杉矶县住院的COVID-19患者当中 有12%死亡 分析发现在11月3日至1月20日之间 死亡的住院新冠患者 百分比几乎翻了一番 达到23%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 入院者在秋冬季节期间的死亡 是否比一年前 因同样严重程度入院 而死亡的可能性更大 目前 有很多个科学家团队 包括洛杉卫生专家 正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洛杉紧急医疗服务局局长 凯西·齐德斯特表示 医院里躺着的人越来越多 护士的人数减少 需要照顾的人少了 结果肯定会糟糕 但是专家说 要了解病人是否在负担过重的医院当中 因无效的护理而受到严重的伤害 可能需要几个月 甚至是一年左右的时间 研究人员将需要考虑 每名患者入院的情况 以及他们的危险因素 例如糖尿病或者高血压 并将他们的结果 与在大流行期间 其他时间点同样严重的 相似患者的结果进行比较 天下卫视洛杉矶编辑报道